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我是公子沈 中国股市终于突破3000点 这个突破不是涨到3000点以上 而是跌破3000点以下 总是有人骂我唱衰中国 可是我从来都是有理有据的分析 而不断发生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 不断的验证我的判断 那么或不单行 除了中国股市一蹶不振 还有就是全球信用评级机构 穆迪把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为负面 穆迪的决定公布之后 中国主权债务违约保险成本再创新高 就是你的融资成本 违约保险成本都在不断上升 对中国越来越难以吸引外资 绝对是火上浇油 与此同时人民币还在不断的暴跌 大型国务银行在周二和周三 都不断的抛售美元来稳定人民币的汇率 但是这么做仍然无济于事 在今年的第三季度 中国信用FDI 就是对中国直接投资的规模 首次出现的季度性的负值 就是资金出现净外流的现象 在今年9月份 中国外流的资金总额高达750亿美元 是过去7年以来的最高的一次单月的净流出 中国政府除了稳定汇率以外 也是想办法做了很多的小动作 来弥补现在不断下行的经济状况 比如说降低印花税 然后国家队进驻来护盘 但是这些做法在整个大趋势面前都是杯水车薪 所以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有消息说穆迪公司可能未来还会进一步的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 那么就在紧接的第二天 穆迪还下调了香港和澳门的评级展望 就是他们对未来的预测下调为负面 说香港的新状况与内地紧密相连 内地发展可能会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 这是毫不疑问的事情 因为香港澳门都过度于依赖中国大陆的经济 而且他们也早就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运作的这种权利 我说过香港澳门都是绑在中国这艘大船上的 说这艘大船在下沉的时候 那这两个被绑定的小船肯定也是一起沉沦 那么中国的宣传机构肯定立刻要做反应的 中国财政部表示下调中国主权债务评级的做法是不合适的 对这个决定感到失望 你不是应该对你现在的经济表现感到失望吗 你对人家根据现在的表现而进行评级感到失望 这是原木求鱼了 但是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错误的 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而且永远是蒸蒸日上 东升西降 对吧 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这么吹 到今天还是一样的 所以财政部说 中国经济永远处于趋稳向好阶段 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务债务都在可控之中 某种程度确实可控 因为共产党的权力足够大到 可以笼罩整个国家 所有的国民经济社会活动都被他控制 他是某种程度可控 但是他这种可控正在走向失控 那么在一方面否定国际评级机构以外 那就中国政府喜欢玩的一个策略 就是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评级系统 就是你既然评级我负面的 对我不利 好 我自己跟自己玩 我自己创立一个评级系统不行吗 所以中国政府之前一直在扶持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 在2015年新华社还举办了一个世界信用评级论坛 邀请了一大堆的专家学者 除了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一些专家以外 还有一些中国的盟友 像来自巴基斯坦 俄罗斯 阿拉伯国家 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所谓的 中国有权利和责任在世界评级体系当中 建立自己的评价标准 发出自己更多的声音 你客观的评价我们的体系 我们不承认 我们自己玩一套 我们自己给自己评级 评的都是最优秀的 共产党喜欢玩这一套吗 它跟现在的跟俄罗斯伊朗的合作 在建立新的全球化以外的一个国际贸易体系 都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你不跟我玩 你对我进行制裁 对我进行脱钩 好 那么我自己跟自己玩 我自己找小伙伴一起玩 所以中国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转型过程中 但是他又不能够完全的跟西方脱钩 尽量的还是抱着美国大腿 但是在抱美国大腿的同时 他知道这个大腿要把自己踢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两手准备 一边抱大腿 一边想办法再找新的大腿 或者说自己变成一条大腿 但是问题过去改革开放40年的 积累成就 全部是基于资本主义全球化 跟欧美国家合作共赢 但是如果现在进行这样的转型 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他一定是要牺牲某种经济利益 来换取政治上的稳定 那时候中国人会过什么样的日子 就可想而知了 看看伊朗 看看俄罗斯就知道 可能中国人还不如他们 因为这些国家不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利益冲突 但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的威胁 所以说就算国际社会对伊朗 朝鲜 俄罗斯这些国家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不会放过中国 所以说从奥巴马的重返亚洲 到川普启动贸易战 然后再到现在 拜登把中美关系带到冷战当中 未来还可能会出现新的总统 把冷战推向高潮 好日子 或者说坏日子还在后边的 我看到北大出身的一个很知名的教授 郑永年他就想方设法的替共产党政府来想办法 他在前几天参加一个所谓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他强调说要坚持开放 说破解美国围堵中国最好的武器是单边开放 什么叫单边开放 就是不管你开不开放 我都要开放 这叫做单边开放 然后他举例说很多国家的成功都是靠单边开放 比如说美国的人才开放 企业开放 金融开放等等等等 然后中国改革开放 其实也是某种单边开放 他说了半天 其实就是变着方的在劝大家 我们还是要回到改革开放的路线当中 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为改革开放操作了心 但是中国却不断的转走回头路 就是他们说的这些话全部都说成废话 全部都变成笑话 你说有没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 但是为什么现实当中就是变成笑话呢 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 他们不敢提到的 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 他的体制不改变 仍然以党国为核心 仍然有这样从上到下的中央集权体制 并且坚决的不进行任何政治上的开放 那你在其他方面都不可能继续的开放下去 因为共产党一定会担心 如果我们像过去美国的开放一样 开放我们的教育体系 开放我们的金融行业 那我们岂不就被别人侵占了吗 帝国主义亡国之心不死 所以像郑永年 包括之前我们讲的王石 这些人他们提出的一些建议 共产党可能越来越讨厌 越来越反感 因为过去你在改革开放期间 你提出各种建议 没有问题 现在不行了 现在你居然都说了 美国对我们制裁 美国不开放给我们 但是我们却要开放给美国 那不是让别人占便宜吗 对吧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不安好心 我们最后是开放了 共产党倒台了 你们倒没事 你们还是大教授 你们还是公知 你们还是有影响力的人物 我共产党完蛋了 对吧 所以说你是可以随时跳船的 那这些共产党的当权者 怎么办呢 所以说这些手握重拳的人 心里非常清楚 这些知识分子的话 不能再相信了 但是这些人愿意这么说 还是会允许他们去说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给大家一个假象 好像政府还是接受这种意见 共产党还是想要继续的改革开放下去 但是这一切都只停留在宣传的口径上 而不会真正的进入实质的政策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一个封闭的体制 最害怕的是竞争 而开放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就是竞争 而竞争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能够有创新 能够有进步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而党国体制的性质就决定了 他们天生害怕竞争 他们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跟他们竞争 他们绝对要把所有跟他们竞争的念头 产生竞争力影响力的这些组织 或者个人全部都要扼杀在摇篮里 那么请问这样的改革开放 怎么可能进行的下去 我看到网上有一个人 还发了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的作文 他怎么写的 他的标题是我心中的英雄阿道夫希特勒 他就讲到说虽然希特勒是个灾难杀星 杀人狂魔 但是在我心中他是英雄 一个少有的人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希特勒的一生 是为一个国家的强盛而奋斗 为自己民族坚强的信念意志而努力 看到这种说法 你应该一点不感觉惊讶 因为今天中国的教育 就是在不断的培养这样的小希特勒 因为今天共产党给大家洗脑 要求有民族大义 要有国家意识 要有爱国情怀 对吧 在这个重包目标底下 你会往往忽略最基本的人性 最基本的善恶观点 最基本的是非曲直 这些都已经放到一边了 你只要有这种宏观的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 那么所有的做的事情都可以被合理化 哪怕你做出反人类的罪行 今天中国社会 包括互联网上充斥的这些反人类的言论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教育体系 包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宣传机器 他们是如何的给人民洗脑 批量生产无知无畏的小粉红 最后结果就是大家崇拜 希特勒 斯大林 毛泽东 这些20世纪最大的柜子手 再加上中国社会 又是一个权力结构等级分明的社会 大家都追求拥有权力 你有了权 你就成为人上人 你就有了一切 那么这种权力至上的意识形态 再加上爱国主义教育 那就变成习近平新时代的军国主义了 所以过去十年来 中国的改变是方方面面的 它不是某一点 比如说政治体制的倒退 或者说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这只是其中一点 它是整个全社会方方面面的改变 从政治 经济 外交 社会心理 民族感情 各个方面全部都在改变 都在从一个过去 相对来说比较理性 务实 宽容 开放 这样的一个方向 变得更加狭隘 封闭 更加情绪化 那么在国际舞台上 当你面对其他的国家的时候 其他国家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反应 所以说 最新的消息是 意大利终于正式宣布 退出一带一路 据意大利的当地媒体报道 说 意大利的相关照会 已经在三天前 通过外交渠道 递交给中国政府 我讲过意大利之前 是最早加入一带一路的欧洲大国 也是一个最想跟中国合作的国家 现在第一个宣布 正式退出一带一路 那除此以外 还有就是德国政府 欧洲中国峰会 马上就要召开了 那么在此之前 德国商会的代表 最近就呼吁 这次峰会 要把要求中国提供 公平市场竞争的条件 放在首要位置 而且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文也说 欧盟的领导人 不会一直容忍 与中国日益加剧的贸易不平衡 那么讲到欧洲峰会 当然要讲到德国 因为德国就占据了 欧洲双边贸易当中的 高达46%的比例 所以我们看欧洲的态度 看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 可见德国企业在中国 也有点受不了 不断的向中国提出要求 你为什么不进一步的开放给我们 那么回过头来 再看北美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正式接牌运作 中国政府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 台当局逆时代潮流而动 意图通过设立所谓办事处 显示国际存在 拓展国际空间 说这只不过是一场 哗众取宠的政治闹剧 一个拥有2300万人口 8000多亿美元年均GDP的经济体 他们有权利跟任何的国家展开贸易 展开合作 轮不到中国说三道四 其实台湾和加拿大走出这一步 才是真正的符合国际潮流 这个潮流就是多方合作 共同面对中国的威胁 而中国政府的说法 好像自己就代表了国际潮流 历史趋势 这是有多么自大 这跟大清帝国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 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台湾的 但是我也批评过台湾政府 对中国的威胁重视程度不够 在有太多的渗透跟统战 没能够加以排除 但是最新的消息让我们感到欣慰 就是台湾的行政院 在5号的时候公布了 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第一波清单 从事这些技术的相关人员 如果他们要去中国 必须提前申请审查 这个清单就放在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不是搞技术的 所以具体的我就不跟大家讲了 其中最引言注目的就是 14奈米以下的IC制程 还有就是相关的封装技术 也就是台湾最富盛名的 高端的半导体技术 这个也加入到了清单当中 其实早就该这么做 但是现在补上也是很有必要的 任何国家也不会蠢到 继续的喂养一个 可能会吞噬自己的敌人 美国都已经意识到了 他们过去在养虎为患 更何况综合实力不如中国的台湾 未来台海冲突的话 台湾是要打不对称战争的 所以台湾人的国家安全意识 应该比其他的国家 正常国家要高好几倍才对 比方说你看美国最近脸书宣布 他们删除了上千个 来自中国的假账号和误导性账号 说这些账号冒充美国的人民 来试图传播有关美国政治的虚假内容 过去推特Facebook 他们都经常的来宣布 删除了几千个几万个 这样的虚假账号 很多都是来自中国 就是这种带风向带节奏太普遍了 恐怕在中国从事网络审查员 网络评论员 还有这些五毛粉红 全部加起来的人数 可能超过整个台湾的所有网民 所以你去一些网站 不光是中国的网站 台湾的网站 美国的网站 你看下边的一些评论留言 恐怕相当一部分 都是这些五毛粉红 或者假账号发布的 所以说我们看民意 不要看底下的留言 看底下留言 大多数支持国民党 支持民众党 支持蓝白河 但事实是这样的吗 你怎么知道这些人的身份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背后不是一个 在中国某个监狱服刑的网络评论员 靠评论来赚取积分 能够早日出狱 你把他当作台湾的选民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些人他们当然也可以用翻译软件 写出英文来 写出日文来 写出阿拉伯文来 都可以 他们可是有专门的机构 整套的体系 配备了大量的人员 去从事这项任务的 它是一个集体行动 政治任务 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 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普通公民来看待 如果西方的媒体 都被渗透到这样的程度 更何况台湾 台湾渗透的成本小得多 所以之前我跟别人争论 所谓的台湾对香港人的难民政策 和移民政策的问题 其实这都不是重点 现在重点是 台湾还有很多在支持中共的人士 在社会上非常活跃 甚至有可能还拥有政治上的权利 在一些关键部门从事职务 把这些人清除掉 才是台湾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才是符合台湾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这些人在发生战争的时候 或者是严重军事对立的时候 他们跟敌人里应外合 那么对台湾的打击 要远远比什么几百个几千个 这样的最小本生意的 开店铺的移民要严重的多 所以台湾政府 当然可以把移民政策收紧 把外来移民放一放 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 放在壤外避兴案内上 如果你不能够坚定的守护台湾主权的话 反而释放出一个信号 就是我是软弱的 我是无能的 我是胆怯的 那么共产党更可能去发动战争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所以我希望所有台湾人 都应该铭记 丘吉尔那句名言 在战争和屈辱面前 你选择了屈辱 那么在屈辱过后 你还是要面对战争 其实丘吉尔还有另外一句话 也值得我们铭记 就是面对战争 坚强刚毅 面对失败 顽强不屈 面对胜利 宽容敦厚 面对和平 友好亲善 最后把这句话送给台湾人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司视频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